针对基隆捷运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基隆市长谢果良在行程当中回应记者的提问 根据交通处给他的报告 基隆捷运地方应负担的经费已暴增为53.86亿 这和原先所提的17.7亿元大不相同 地方负担额度暴增三倍 这一点会对基隆的财政产生重大的影响 针对基隆捷运地方的负担额 将暴增三倍来到50几亿元 我们认为这个会让基隆再度的陷入 所谓的财政黑暗期 国发会我们去年市政府在林市长任内 也发文给国发会表达应该由中央来负担大多数的金额 所以我希望基隆市府能够在近期有机会 能够跟行政院好好的来针对升格 以及地方的捷运负担额一并的来讨论 要不然的话如果以基隆单独就要来负担50几亿元 我认为是有自爱难行的地方 民众党籍立委邱承远 他本身也是基隆人 肯定基隆捷运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也会积极关注后续进度的推动 那今天终于通过第一阶段环评 我们希望后续在三个县市 包含台北、新北跟基隆 可以攜手来合作 跟中央一起打造一条具有效益的基隆捷运 因为我想基隆捷运它的主要的路廊 是跟基隆河谷廊带来去做一个延伸 那包含它可能过去碰到困难的问题 是跟台铁的路轨有重复的状况 但是经过几次的沟通之后 现在应该要作为基隆河谷廊带的 一个产业的发展 跟社会住宅的一个提升 怎么样把这个双北的人代表基隆 把产业串接起来 甚至跟桃园捷运串起来 变成北北基陶共同的一日生活圈 从产业、青年住宅 跟社会关怀的角度 来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基隆捷运 我想这个才是人民所期待的 那针对八堵进基隆第二阶段的 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交通部尽快来去说明 那不要再让基隆人苦苦等候 也不要再让大家伤心了 基隆捷运的议题与进度 中央跟地方都相当关注 相信在各方的合作下 排除各种困难 最后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出现在市民的眼前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